Hello,各位亲爱的伙伴大家好,我是卡布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何用Google Form来直接建立Invoice 那我们建立的整个流程有建立Form 就是先把Google Form先建立起来,然后回复 那我们回复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看这个回复 在Google Sheet里面就是表单 那从同一个表单中呢,建立一个Invoice 不会影响它表单的正常操作 然后就输出Invoice 输出就是用print out的方式 不然就是用Safe PDF的方式 首先我们要进行这个建立Google Form 那建立Google Form呢,这边其实有很多影片呢,你可以去参考 那这边呢,我就带大家去了解 首先你在这个Google Drive里面去选择Google Form 如果说你Google Drive里面,你去建立一个资料夹属于你的Invoice系统 这个好处呢,就是你任何的Device,任何的就是装置 你有手机也好,iPad也好 你只要有这个Google Drive,登录同一个账号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这个资料是一模一样的 好,建立表单这边呢,Invoice Online 我就快速带大家 第一个就是要建立的是日期 第二个要建立是单号,就是Number 就这个单号,你有你的编号码规则 你自己去完成 单号呢,我这边会进行一个回复验证 如果说你是你员工帮你开单的话 你员工可能会打错字啊,或者是输入一些数字空格啊 到时候进行这个运算或者是排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大问题 那客户资料呢,你这边有几种选择 那你可以用手动输入,就是像我这样打字进去的 那你已经知道你的客户资料的话 你就可以把那个客户的资料变成一个类似选单 或者是多选一的方式啊 这边你要记得,客户的资料要是比较完整的输出的这个显示 然后一些电话跟地址,我这边一直打错字 是因为那个Google它自动跳那个选项 它自动会帮你换那个项目 你这边你要去选取你的那个回复的这个方式 通常电话地址我们都会放什么 放那个段落,就是我们会空格 我们空格有效 接下来这些是服务项目 那服务项目就是你Invoice的内容 第一个服务,假设你这一张Invoice 十个项目你就要有十个类似同样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是服务项目就是你的跟人家收钱的这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时候 同一个项目你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服务的内容 第二个服务的quantity 就是它的数量 第三个是它的这个金额 单价 或许有些时候你是直接跟它收这个单价 你就没有quantity你就没有那个数量 那你就跳过第二个 你就直接是服务跟这个收费 好,这里呢我们就要进行第一步 如果说你把这个表格设计好了 那我们要进行第一个 恢复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验证 就是实验一下到底这样子可不可以使用 那第一个呢我们要发送表单 那发送表单的这边呢 就是你按这个发送 发送这边有一个连接 中间这个 它第一个是以email方式 第二个是以连接方式 所以你连接方式 你就是用这个地址 你copy 然后paste在你的这个浏览器上面 那你就去回复你自己的问题 第一个 来我假设我今天是14号 然后我们就进行1号的这个验证 那我首先就先输入第一个名字 购物名字 那这边呢 我假设今天我要收租金 我要收两个月的租金 Rent Rent就是一月的租金跟二月的租金一起收 那我们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服务项目两个 那我单价就是假设200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回复 好 你这时候你在同一个表单之中呢 问题的旁边有一个回复 那回复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建立Google Form的表格 就是Google表单的一个表格 那你这边表单 你自己先建立一个表单出来看 那你按建立好了 你再按这个青色这个logo点进去 它就会跳到你的这个Google表单的地方 你这个表单的地方 就是你回复的这个项目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 不管在哪里 你的云端后台都是 回复都是回到同一个地方 要在同一张的Google表单里面 你就是把这个工作表按加1 就加一个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出来 这个工作表就是invoice的这个本身 所以之前有看过我的这个影片 就知道说 原来那张是Google Form出来的回复 就是一个database 然后这个第二张是它的表面 就是我要print out的东西 那我要print out的东西 我要印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就要排版跟写内容 就是写invoice 就是等一下你这些 在详细的部分 你就自己把这个form设计 比较完整一点 那我这边是比较快速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所以告诉大家怎么使用 怎么去设定 所以很多细节我都会省略掉 那这边呢你就会照输入 就是输入一些日期 还有刚刚我们里面的内容 所以那个日期呢 还有一个叫时间戳记的部分 你就可以copy and paste进来 好这边排版啊 还有一些格式 你自己要去设定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print out来看一下 就是因为其实google sheet 就是它的那个表单 要叠印呢 其实没有比excel还好用 它比较实版一点 但是还是能够完成我的任务的 那excel是比较详细啊 如果说你要设定那个打印范围啊 这些google sheet里面 你就要自己去稍微调整一些细节哦 然后调整细节过后 你会看到类似它的结果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从结果那边去慢慢调整 你的这个invoice的大小 它的那个内容的大小 接下来回复的完结 那首先你去到你的回复的 这个表单的第一个 那我们以第一个时间戳记 那个地方去做copy copy就是直接copy下来 就是复制下来这一段 一模一样啊 不要去改 记得不要去改 好 那我们就复制贴上在这个date的部分 那个 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跟那个日期 都会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写程式环节 就是用很熟悉的Vlookup Vlookup过后呢 我们就是括号 然后范围 就是第一指定的这个项目 第一指定的项目 指定的这个日期 指定的这个日期 然后下来选取范围 范围你可以放大一点点 像那个到I的J的地方 像那个英文字母的地方 你可以往过去一点点没有关系 因为万一如果你有加一些资料 它的那个表单会超过 那第二个呢 我要去lookup 我要去抓取第几个位置 我这边写3 它就是抓到1 所以我要写4 然后后面写true或false 0或1 你就写forse就好 OK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那中间的这个fx上面的这个程式码呢 你就会稍微去修改一下 从3改4 3改4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结果不一样 那结果是你要的 那过后呢 我们再进行排版排排一下 好 那排版排排一下 过后呢 我们一样的 直接复制诊断的这个程序 复制诊断的这个程式码下去 那下去过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相对应要的结果 像这个是地址 那你的公司放在一起 才是比较正确的排法 地址啊 公司啊 基本资料啊 这边你就copy and paste过去 然后你中间改掉那个第三位 就是它范围过后 那个读取的第几位 那个从第四改到第五 改到第六 改到第七 你慢慢改 改到那个数字是对的 好 那这边呢 我就减少我的格子的数量 这样子我就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就后面就进行一个简单的运算 就是如果说单价乘quantity 就等于你的价 那总价还要 最后还有一个granddaughter 就是一个合计啊 合计是多少钱 就可以去做那个自己的设定 好 这边呢 我就会再来验证多一次 所以我就输入第二个表单 叫我是日期 我选其他的日期 Number 我就写其他的Number 假设有财神爷的客户名字 然后他地址 然后他的这个项目 好 那我们项目里面 单价写好了 此时此刻你回到你的表单 Google表单 那回复的表单就会有这个地方 就会有第二笔资料跑出来 那第二笔资料你就是按这个时间戳记 就是copy paste下去 你会马上看到整张invoice就由此改变 从此改变 那记得说 因为我今天在演示的是没有数量的 那如果说你有数量 你就要加一个数量进去 好 今天就教大家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我的影片呢 觉得有帮助的 请帮忙按赞留言分享 那分享给做工有需要的伙伴 或者是你的老板 告诉他 其实我们在上网都可以做这个Google form 然后如果更了解的人呢 他甚至可以在这个form里面 后面去做一些accounting的部分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是进行的发挥 因为除了我们知道除了invoice之外 我们如果要开quotation 假设你今天在国外 或者是你今天在外博 你没有在办公室的电脑 那顾客有一个潜在客户打来 你可以不可以开一下报价单给我的公司啊 因为我想要拿你的服务 我没有在电 你要回去再做这件事情 还是你要打电话给你的这个秘书做这个事情 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啊 人啊非常难请 啊那个工钱也比较高 然后请来的quality也不是很好 那当然有些中小企业都是什么 自己一个人拼到底哦 所以你自己一个人拼到底 你的那个时间分配 加上你第二个你的资源分配 所以你如果掌握了这个技术 你报价给对方你的速度是很快的 好你要什么报价 好我就帮你做一个报价 那了解了对方的需要过后呢 你马上手上把invoice 再开一张所谓的quotation 或者是quotation嘛 然后quotation过后呢 你就就马上可以说哦 他打过来过后十分钟里面你就开好了 然后你就直接在手机那边按print 真的现在没有人是print了 寄到他那边的 现在都是print了 save as pdf 就是pdf 然后再把它send过去对方的手机 就是这样就完成一个报价的流程 那又省时又省力 又省人工对吗 何乐而不为 那喜欢我影片 请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就是记得有什么问题 那可以私讯我 或者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都尽可能会回复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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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